其實他的體能各樣健康狀況都很好的 但到了12月中的時候 就開始覺得食物的胃漲著 跟著去做檢查 就確診了是胃癌 就立刻入面去做治療 我們很感恩我們遇到很好的醫生 跟阿智叔也都很互相 每一天兩個在病房見面 大家都說你加油 他又說他加油 這樣很悉心照顧 我們都很感恩 另外醫生都說阿智叔是一個A加的病人 因為他真的很合作 醫生叫他做些甚麼 他全部配合 譬如有時他的胃真的會不舒服 吃不到東西 但醫生就說不行 要打仗 你要多些營養 那他每一天 一日三餐都好像一個責任 努力去完成一個飯餐 那我自己會覺得阿智叔 他做戲 大家都知道他很專業 很投入 但原來做病人 他一樣很專業 所以醫生都說他是A加病人 我覺得他很合作 我用阿智叔的說話來說 他就說很感謝大家的關心 但太多的關心和問候 對於他來說 對於家屬來說 是一個負擔來的 那收到大家的關心 所以如果大家是愛阿智叔 就要送祝福和愛給他就可以了 那我真的要送他 那我來講 我來講 我來講 你來講 你來講